兄弟姐妹,大哥大姐,叔叔阿姨,大家早上好,中午好,晚上好,我还是那个跑过江湖卖过意,吞过铁球练过气,火车道上压过腿,厕所后边喝过水的小龙,自从讲解了旅游版块的大V以来啊,就停不下来了,有超过十个网友朋友私信我,让我聊一下在远方的957,七哥,七哥,河南交作人,今年三十多岁, 一个人,一条狗,一个拖挂房车,在国内来回溜达,活的那是一个逍遥自在啊,好的,首先我们先看一下七哥在平台的数据啊,目前一共发布了503条视频,拥有粉丝67万优质旅游领域创作者,而且七哥也是西瓜视频独家签约的视频作者,那真是画画的baby,画画的baby,奔驰的小爷们和戴斯的玫瑰, 收入非常高啊,接下来呢,大家再看一张截图,这条数据啊,是我随机抽取了七哥十条视频,所有的播放量加在一起等于246万, 然后我们拿246万除以10,大概就能得出七哥单条视频的平均播放量大概是24万左右,前面说了啊,七哥是独家签约的,而且是原创视频作者, 再加上七哥的视频几乎全部都是10分钟以上的,而且完播率非常高,所以说他一万次播放的价格应该能达到90元左右啊, 我大概的查了一下七哥近一年的视频,他有时候一天更新一条,有时候更新两条,综合下来啊,一个月不会低于40条的更新啊, 所以啊,我们拿2100乘以40,大概就能得出七哥一个月拍短视频的税前收益是84万左右, 然后再扣掉20%的税,还能剩下67万左右,最后我们再拿67万乘以12个月, 就能得出七哥在西哥视频发布短视频一年的税后纯收入,大概是80万多一点, 毋庸置疑啊,这个收入说实话在任何一个行业来讲的话,都是非常可观的了, 以上的这个80万啊,只是推算出来的,可能不准确,应该也不会差太多啊, 视频的最后啊,我们祝七哥在远方的路上,照顾好自己的身体,前路漫漫,一帆风顺, 同时啊,也祝七哥的视频越做越好,旅行是一种向往,支持就完了, 好的兄弟们,我是小龙啊,下期视频如果想看哪一个网红大V的收入, 请把他名字打在视频的评论区,关注我,一起学习,互相交流, 感谢大家的观看,再见!